在情場上,他狂追猛打 要辣自己擁有的人 為了不讓對方落入他人手中 不惜作出毀滅的行動 發洩過後,最終玉石俱焚 一無所得 謝謝 歡迎收看《晚吹罪光燈》 今集繼續有我,阿錦棠 當然少不了我們的美女拍檔 可宜 還有我是美女重案轉眼花家姐 Ai,先問問可宜 是 你們兩位有否經常失憶的習慣 女生很善亡 還有有否失憶的朋友 我真的經常失憶 戴頭蝦,忘記這件事,忘記那件事 經常忘記戴錢包 外出、電話,到處放 這些經常發生 但你說真的失憶,我真的未遇過 我經常覺得這些是拍電影 或是韓劇的橋段 哪有那麼容易 是嗎 有個朋友是這樣 他說自己撞傷了頭 然後突然忘記了很多東西 連身邊的人突然無法承認 老婆也無法承認 這件事很害怕,要掩援 是否他對老婆的陰影 故意無法承認 你是誰…我不認識你 是否真的撞傷頭 不過今天我們討論這宗奇案 案中的事主 他不是弄傷自己的頭 他只是弄傷別人的頭 事後還說自己失憶 因為為甚麼 他殺了人 殺的人還是關係非常密切的人 你說是否奇案 2014年9月 家住屯門新虛村的中年男子黃峰 聲稱一位妻子出現侮辱他 性能力不足 向對方襲襪還擊 期間他突然失去記憶 到醒來時,才發現妻子已經死亡 事後他決定自首 但庭上爆出 他曾經聘請私家偵探 搜集妻子出軌證據 內情越揭越多 最終陪審員一致裁定 他謀殺罪成 我們說過這麼多宗奇案 犯案者會去自首 10宗也不知道有否有 這宗特別在是有人犯案後 主動去自首投案 也比較特別 我們先看看照片 他的名字叫黃峰 當然,他當時稱為異犯 現在知道他是兇手 當年51歲 貨櫃車司機是他的職業 當時警方聽到有人殺了人 當然大為緊張 接著他便去到他的單位 就是屯門的新墟村 當時進入房間 果然發現有個女子躺在床上 她正是黃峰的太太,叫黃莉 首先我們形容一下房屋的情況 可以說是挺混亂的 雜物是周遇的 例如我們找到破爛了花瓶 破爛了廚具 剪斷了電線 而且看到睡房、廚房、廳 周圍都有血跡、玻璃碎片 你也可以想像得到 可能是一直追著他,一直打 發生了很激烈的打鬥 說到另一件事 在現場發現的一個物件 看照片也挺可怕的 就是一把砍開的斧頭 是甚麼斧頭 砍開了,你知道了 斧頭是木柄 砍開了就覺得很血腥 而且我想問為何家裡會有斧頭 在今時今日的家裡 不用斧頭 你家裡會有斧頭 隨便會有斧頭 你會打針、打針 斧頭,是斧頭 我們曾經說過一宗在順天村 殺了女兒的一宗 她說有斧頭,還說特意去買 但你特意去買來做空機 在街上買就不理會 她有動機、意圖 故意要斧頭 不過不用怕 這把斧頭斷開了 沒有血跡染 換句話說,它未必能成為一件空氣 不過可能是撞擊硬物 鎖子,所以斧頭斷開了 除此之外,還說現場發現了 三呎高的喇叭箱 這裡看到警員… 現在包裹著 在收集證物的時候 這裡比較舊式的 很大 即是大牛龜 喇叭箱是用木製造的 通常當時說音色要漂亮 差不多有我們這個桌面 差不多高的 我也很重 重的 尤其是大牛龜 你想想,它裂了 無端端裂了,為何會這樣 對 難道這就是空氣?很可怕 可以推測到 這個女死者一定被人瘋狂 追打在房子裡 她的屍體發現 她的臉部、手、腳 全部都有很多傷痕 她的頸部纏著一條毛巾 法醫檢查後發現 她的死亡原因是窒息致死 相信在半分鐘內 這麼短的時間內 已經可以一足以令她致命 是,據黃豐最初在警署所說 早上他們兩夫妻有爭執 期間她老婆提出離婚 她很生氣,隨手拿了喇叭 我想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喇叭 扔向老婆,扔到她馬上頭破血流 重傷倒地 她上前看她就發覺 她已經沒有氣息 不知道是否把喇叭扔到她暈倒 她說她很害怕,馬上遷就了 當時黃豐說她離開了家後 發現太太好像死了 她慢慢想想,好像冷靜一點 她說不如我回家 看看她是否真的死了 她真的試過回家 然後她發現她真的死了 她很害怕 唯一她做得對的就是 她選擇了自首,面對負責任 最終她被送上法院 被控謀殺罪名 亦揭露了一個很可悲的三角戀 話說這對夫婦 在外地已經結婚了 結婚了三十多年 來到香港後,生了一兒一女 兒女都大了,搬出去 街坊說她們兩夫妻的感情好像不一般 因為老婆後來黃豐 做家庭諸婦,沒有工作 但聽聞她見過老婆說她多漂亮 可能到中年也有一個很散鏡的 中年婦人 中吻又傳 事發當天、當晚 街坊說 聽到家裡有案發的現場 有很重的搬運傢俬的聲音 還有女人的尖叫聲 街坊不以為意 因為內部都聽過這種事 而且可能有個心理 你知道香港人很多都是 不要理會別人這麼多事 為甚麼呢 街坊事後又回到後工作 她說其實沒多久之前的事發幾天 那些日子 你看到她們兩夫妻拖狗散步 以為事後也沒甚麼 沒甚麼 所以那天吵架,沒甚麼 不以為意 而且如果她用很厲害的暴力 可能隨時她喊了一聲 她已經沒有聲音了 就是那一聲 你不會因為那一聲 就問她們沒事吧 但其實其實兩夫妻的感情 已經到達破裂的邊緣 原來在案發前10個月 太太王妮認識了一個第三者 是一個做投資的 以及做會計的男子 剛巧這麼巧,又是姓王 也是三押王 三押王,又只有一個字 就是王詠 兩個人可以說很投契 雙方不時透過網上的社交軟件 去聯絡 甚至一起玩手機遊戲,很開心 他們這段地下情很快被丈夫揭發了 因為有一天 黃豐的朋友在街上撞到他們 我想其實態度應該有點親戚 所以第一時間向黃豐說 黃豐當時很生氣 但他沒有即時大興問罪 只是靜悄地找私家偵探調查他們 馬上請來當年有份接觸這宗案件 是 時候還出庭作證的 私家偵探King Sir跟大家說 好 有請 King Sir,男被告請你開始跟蹤他太太 其實是甚麼時候的事 案發前大約一個月左右 當時他來到的時候 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你覺得他的要求是甚麼 以及他的情緒等等是怎樣的 很清晰地想查我太太 即是很冷靜的? 很冷靜的 很平和的… 我想回想,一絲激動也沒有 你剛才形容他很平和 你覺得他是粗獷 還是他在壓迫路火 還是有部署?還是怎樣 外形是…他是肌肉型的男人 很紮實的,很紮實 也知道他是一個… 勞動階級… 勞動階級 有些香陰 但他沒有言辭有任何激動 其實不經意間,流露了是有火的 但那些火… 是大火還是小火 即是… 可能一、兩個詞語 你會感覺到他不會叫我老公 或者我老婆 他不會這樣喊得那麼親密 那個女人,對嗎 對… 那個壞人那種 沒錯,即是那些 甚至乎這個案件有藍目標 藍目標的照片 他提供給你嗎 對 其實他已經知道了 知道 因為他朋友說見過 怎麼找到那個… 朋友拍照嗎 對,他怎麼找到那個照片 因為…可能他安裝他老婆的應用程式 這些我可能有機會看到 其實他們已經有很多東西知道 但最終可能查來查去 他們也查不到 而需要借助我們的手 真的只差一張照片 對,真的只差一張照片 其實某程度上 我們的工作可能是一個攝影師 是一個難度攝影師 這件事,回頭來這麼說 他上來時聊天也很平和 而且我也說 其實你已經知道了那麼多 你查來做甚麼 他說我想挽救我的家庭 他想挽救 我不想我整個家都散開了 亦有提及他的背景 以前在海南島年輕時 然後兩夫妻下來了香港 領手抵觸 他很努力做貨車司機 一天踩幾間 然後儲了一些錢 基本上他大部分的錢都給了老婆 甚至乎他的房子 都是寫老婆的名字 似乎是一個好男人 對 就是典型內地人 可能來到香港發奮的故事 對,然後你們怎樣部署 他告訴我 幾天後他太太會去哈爾濱 回來,她就去旅行 太太告訴我 是跟肥妹去旅行的 接機區,其實我們已經看到 他劇的懷疑第三者 因為他們之前有給我們照片 結果女死者是一個人 自己推行出來的 好 我們也看不到一個肥妹 然後兩個人去了機場的餐廳 吃東西 兩個人吃小籠包 沒有親熱行為? 沒有 好,這張照片… 其實黃豐找京Sir幫忙 找私家精神幫忙 為求拿一張照片 希望挽救她的婚姻 好,照片就一定拍了 這張照片能否發揮到她的作用 稍後回來再說 整個過程中 沒有任何親密的動作 也沒有拖拉攬絕石 看到這張照片 你推測她當時的心情 她是陰然樂淚的 其實她再委託 看看能否找到更多資料 她是更加健康的 繼續第二次的《晚吹罪光燈》 上次我們說到 這集是屯門新虛村 在2014年時 有一個貨櫃車司機,黃豐 殺害了自己的妻子 事前他請來私家偵探 搜集關於他的妻子 懷疑是… 出軌… 洪騰出場的證據 請來私家偵探的King Sir King Sir,想問一下 其實黃豐隔了多久 再來找你 當時的情況又如何 案發前三天 就上來看照片 我給她看照片 我們只看到一個這樣的男子 在機場接你太太機 最終兩個人去吃東西 吃東西後兩個坐巴士回到城門 整個過程中 沒有任何親密的動作 亦沒有拖拉攬拙石 他信不信 而且你看到他當時… 其實他看到照片 你說沒事,他看到照片 你推測當時的心情 他是黯然落淚 有流淚 不是大哭,不是哭 而是黯然 其實黯然落淚 他覺得很傷心 眼淚在心裡流的感覺 我也有再問他 我說你最終怎樣解決 我說成年人最重要是懂得放下 不要在問題上 他就告訴我 他很想挽救我的家庭 他仍然堅持 我不想我的家庭是散發的 我拼搏了幾十年 放心 這句話是我親耳聽到 他親口跟我說 我只是奉勸一句 就是跟他說當時要懂得放下 要放下,不要糾結 換句話說 他邀請你幫他調查他的太太 暫時到那個階段 告一段落了 沒有,其實他再委託 就是你跟我再跟隨上海仔 我相信這個上海仔 可能是有些花筆的 你們再幫我查一查 看看能否找到更多的資料 他有其他女朋友 然後可以告訴他老婆 對,你別再傻了 別相信他,打他背部 可能會令他們分化 別那麼… 但可惜,沒想到 沒有放下 第二天之後 他不僅沒有放下,還發生血案 是否三天之後會發生血案 三天… 很接近 你們收到這個消息是甚麼時候 是凌晨,臨天剛前的即時新聞 但我們一看,這麼相似 不是太合適吧 沒錯 那已經很厲害 應該很震撼吧 我記得當時是6時多時 我已經清醒了 然後我的同事全部都清醒了 對 當時你還有勸說他 不如你應該放下 希望這件事是和平的解決 你沒想到他會發展到這樣的地步 好,很不幸黃莉死於丈夫的暴力之下 不過他雖然說自己是自首 但他不可以說有負義 因為他用很多謊言 去掩飾自己的罪證 希望怎樣說 就是希望得到判他的誤殺 因為他是自首的 案發之後12小時 從律師陪伴下到警署 他也沒有覺得是謀殺 他希望用很多方言去掩飾自己的罪行 希望得到誤殺罪名 但他就說用喇叭打中了太太的頭 令他重傷至死 不過我不知道他當時是這樣死 沒有意圖 沒有意圖嗎 但人家的法醫就查到 基本上那條毛巾是很大的罪證 因為黃莉的頸上有毛巾 對,他的毛巾根本是打了結 相信他想用毛巾 用了,不是想 用毛巾把他勒死,令他窒息 他還說自己失去理智 不停地扔東西 還說之後失去了記憶 之後發現醒來,對方已經斷氣 我覺得是否失去記憶 你說腦袋一片空白 我還說得通,失去記憶 我完全忘記了 你又不是被人打的 怎會突然失去記憶 有一間吃牛腩粉的 裡面有一間魚生刀的血案 弟弟殺了哥哥 他事後就失去記憶 但那是因為有些藥物的影響 而且他去了另一個空間 對,那不同 他很明顯受到藥物的影響 這個似乎是甚麼 很難相信 另一方面,亦有一個男性 經常會有的可以說是借口 在法庭時,他提出事發前 他提出跟太太歡好 被太太拒絕 拒絕了一件事 他就說太太有些借口 令他很難堪 絕對傷害了男性的自尊 為甚麼 就是說我現在有情婦 他令我很舒服,比你更好 又是這件事 如果你的事不行 就不要緊,他代佬 所以令他怒火中燒 又是… 堂哥很熟悉 又是這件事成為 每次都想說女人 令男人情緒很失控 都是批評他性能力方面 對,其實他究竟是否一個暴力狂 根據他的女兒所說,似乎是 他說爸爸經常發脾氣 動一點就扔東西 父母感情很差 就這樣,兒子也說到 其實他爸爸事發後 有打電話給他 引述說他… 當時他已經動手了 因為想跟媽媽談談 分家產 分家產 但媽媽不理他 說你睡覺也不會可憐你 即是不會給他物業 對 說到物業,他夫妻有兩個物業 兩個物業都是王麗名下 即是太太的名下 是 原本他們現在發生 兇案現場的物業 本來是兩夫妻一起聯名 但在2003年不知甚麼原因 只是給了太太的名字 換句話說,兩種物業都在太太手上 是 不過聽King Sir說 可能他會一直形容到 他辛苦賺錢回來買樓 對,他說的是 他一天做幾間開車工作 為了投家養大兒女 亦有積蓄,他們買樓 亦由太太持有 相信感情的因素比較大 比錢更大 陪審員也不太相信他所說的 所有抗面理由 一致裁定他謀殺罪成 司徒免法官也說 你這個人是… 你得不到的東西 也不能讓其他人得到 你是一個非常冷血的人 法官在判刑後更加有透露 說他們的女兒提供了一些口供 媽媽曾經跟她說過 爸爸有嫖妓的習慣 亦因為這樣,令媽媽很不開心 可能這就是他不想再被老公碰的原因 可能覺得他很骯髒 不過這些是全文證供 有偏見成分 所以法官在庭上沒有接納口供 法官不接納全文證供 不過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出來 據說法官引導陪審團時 出了一些錯誤 令黃豐有機可乘 成功可以申請案件重審 法案重審 多了機會 對,多了機會 不過重審之後一次 結果也是一樣 判去謀殺罪成是終身檢查 當然了,你又找毛巾勒別人 很難說是一時錯手吧 喇叭也說你… 扔錯吧 扔錯吧 很生氣那一刻扔了 但Kaiser,我想問一下 剛才聽到女兒的口供 就說爸爸其實有嫖妓 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但坦白說,她跟你說 一定是說自己很好 太太就很對不起她 你會否覺得有機會 她自己也隱瞞了 當男女有問題 一群人有問題 我可以告訴你 兩個人都會有問題 一隻手掌 完全是單方面的 但我始終覺得一件事 就是當到一個死結尾的時間 有很多問題解決不了 不要急於一時去解決 大家要懂得放開 還有一件事就是 最好真的要分開 還有不要共處一室 因為很多… 香港地方比較小 共處一室的時間 就變成困獸鬥 是… 不要經常說男人暴力 有時女性揭屍底利的挑機 這可能是很嚴重的導火線 明白 或者一些說話 對,一些說話 男性可能會覺得是暴力 打擊 但女性的挑釁性行為 其實真的等於用一把無形刀 勾心插在男人身上 其實說話永遠都是最鋒利的刀 也是很傷害性的 是 我奉勸各位 如果剛好遇到一些感情問題 大家糾纏在死角位的時間裡 大家懂得放下 真的嗎 最好大家彈開 聽到嗎 是 男也好、女也好 分開一會 給大家一些空間… 這很重要 吐一口氣 有時問題不是一時解決得到 就放下 有時有時間可以解決到很多問題 絕對同意 不要死前在一個位置 勉強沒有幸福 簡簡單單地有一句說話 去總結 就是大家最初相識的時候 是怎樣看對方的 相處若子餘,初見 謝謝